公式就是等於什麼等於那個這邊等於 按一個F3是那個什麼原有股數 他原來的股數再加上什麼加上那個F3 他是分配之後的股數然後兩個之後要把它相加在除以總發行股數 所以先把它刮乎起來之後再把它除以 除以按F3因為上面我們剛剛有定義好了總發行股數 所以用這個地方總發行股數指的就是 上面的這個所以按確定 然後在乘上乘上什麼 乘上分配 淫餘所以這邊也是按F3 都是用F3的方式跳出來按確定 那打勾之後呢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你要很清楚說你到底定義了什麼東西啦不然的話你要算一個公式也是很容易算錯 那稅率的部分的話呢照這個題目裡面是什麼 稅率是 原有的股數 加上分配股數 兩個相加之後再去搜尋 所以這裡的話呢我們變成要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把這個兩個相加 加起來 然後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可以按插入函數裡面 V2個函數 看一下這個是 因為我們是稅率嘛對不對 稅率的話是H 那要找這個範圍 然後找這個範圍裡面 他到底他分配多少股票的所得 然後呢要繳多少稅率 所以這裡的話呢我們就直接這邊 按插入函數裡面 HLOOKUP 然後第一個呢F3我們怎麼樣呢 就是 原有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原有的股數 按確定 加上呢那你想說F3 第二次的話特別注意 他第二次是不行的 所以第二次呢如果你要再做的話 有個取巧的辦法 就是 在底下 F3 然後再把它分配股數 他分配到股數要怎樣把它剪下來 再把它 然後 貼上去 這樣子 就是 不然的話他F3只有用 只能用第一次 第二次就不行 那Table Array的話呢就是我們要去找什麼 找按F3 稅率表 所以剛剛有定義好稅率表 稅率表裡面要找什麼 找 找第幾個Row呢 第三個 把它調過來 查詢的方式是E 模糊查詢 那這個時候的話 沒有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要 看一下這個 LucaValue 兩個相加 因為 他剛剛把它當什麼 當字串來處理 有沒有 前後有被加裝 你看 所以 丟過去他是一個數字 丟過去是一個文字 可是他是一個數字 所以會找不到 然後 應該不用除了 反正他分配多少股數 應該這邊沒有 以萬元為單位 按確定 來看一下 百分之 15 稅率表裡面 有沒有15 是這一個 所以他分配到是200 萬 那 那都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這部分的話還要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還要再出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把這個地方 在插入環數裡面 再點一下 是